啊 那谁 赶紧来我直播间 对吧 刷我绑一大哥 我把这都销毁 我一人都想 我看了 我看了 我看后一遍 老王喊话 侯耀华 刷绑一大哥 有气性啊 我这不看乐吗 不是 不是 我这不劝架的吗 我就是押住了 我不押住了 你看看他在群里头 他要把那些东西发出来 那不就要了命了吗 我刚才师父当你们大家火面命令他 这些东西只能发给我 不能再往外发了 对吧 哪能那样啊 不能发了 我应该拿上来 这是天凉啊 我就别装了 对吧 到我这就完了 对吧 我也看见了 事大了 这事儿如果想把这个手机销毁的话 对吧 啊 那谁 赶紧来我支付简 对吧 刷绑一大哥 我把这都销毁 我一人都想 我看了 我看了 看后一遍 我偷着跑外边看的 戴耳机看的 里边的声音 看了我手都凉了 我马上跟金灵一打电话 我说你这岁数大了 岁数大了 因为金灵也人脾气 我更了解 我说你岁数大了 你这不行啊 你着急给着急 我晚上保证你上我这来 把话说透了 我说你不能再发了 这个你不能再发了 千万别再发了 你听我的 我跟这远应见识啊 瞧你那个作死的样子 一 我没惹任何事儿 第二 没给侯家抹黑 我兢兢业业在完成师父的遗愿 是吧 但是 有些人却不是这样 那么 我刚才说过那句话 是马善被人欺 人善被人欺 你别欺负我 你说三到四 说两句都没有问题 我都能扛得住 但是 你这样要是一碗水端不平 对我们有个偏见 或者是内部跟内部就互相整 唯老不尊 这我就不能再答应了 唯老不尊啊 既然把话能说到这份上 我就不说谁了 自己谁他肯定是知道的 所以我说 我从现在也好 过去也好 将来也好 我一直坚持我的信念 我既然拜了侯耀文先生 那我这一生就要完成 对侯先生的敬重 以及传承他的事 虽然我做的不好 但是我尽力去做 我绝不能在我们自己家庭的内部 用你这种家长式的身份 想压谁 这不可能 忍了这么多年了 说实话 所以我今天也不想点谁的名 谁心里都知道 自己的事 说自己的事 不要去强迫别人 是吧 金林爷 你说话注意啊 我觉得你今天晚上说话 这个主题是四个字 唯老不尊 你这样说话会造成给小作文很多影响 你这样你在我直播间说话要负责任 啊 我们这一代还有老人呢 有人说 我还有 我还有 我还有叔叔 我还有叔叔 哈哈哈哈 你虚虚不是我大爷吗 你虚虚 虚你大爷 所以我说啊 在一碗水不端平的情况下啊 啊 我 我不干了 不是在过去那个人了 对不对啊 过去我逆来顺受 忍着好多事给面子 可是 但可是 可但是 赵本山讲话 我忍到头了 我这个年龄怕谁啊 是不是啊 我谁都不怕 一笔一碗 开不开心 住了几位 说相声的 你看 没有一个 跟我 你看我这每天骂说相声的 说相声还跟我联系 还跟我刷礼物 老的少都有 没有一个跟我搭虚子 或者跟我这 这个叫怎么着 搭的手腕啊 拍个剪板的 没有 没有 我这么敢说没有一个 并且还都鼓励我 说相声还都鼓励我 接着骂他们 其他外边出视频的 胡说八道的 跟这行都没关系 都是蹭 都是蹭 你蹭我 你想长点流量 哎 你像这个 你直播家每天就定死 就那点人 哎 我就有这个道 这几天还有几个 那视频为什么下架 有几个号为什么疯 没点能耐 老汪就不敢在这说道 刘伟 刘伟 刘伟是相声专业的 你看现在目前外行不懂这行里事 这郑德春 我得打个嘴巴子 我不能喊我什么名字 这是快板大甲 陈永忠先生的爱人 这是我婶 从十五六看我长大的 这也是 向上门里人 啊 你也要火了去 哪儿 哪火 打哨麻就可以啊 把你噎过去了 到什么时候不开嘴 哈哈哈哈哈哈 昨天说到了 侯二爷要手撸老网说到的事 播放两个点赞 那是草稿 也引发了全王的声讨 你看这事闹的 弄的我都脚窄 怪对不住二爷的 我只能以更猛烈的吐槽 来表达我对二爷的歉意 早在半个月之前 跟果德岗同一天拜市侯耀文的景林爷 就曾公开爆料侯门弟子相互排挤 借宗寺让侯氏相声走向没落的根本原因 并暗示某人威劳不准 就差报审的证号 但是我脚子啊 景林爷先生那句威劳不准措辞太过友善 但是我的文学水平也不高 话到嘴边还老是忘词 我脚子那个成语更适合 叫什么什么不由 请占王帝遗产 让人看透你多年的悲壮 妄图讲德岩社变成你的四言提款计 让人领略了你的肮脏 供言声称替老弟和老弟请门 让人见识了你的嚣张 搞调授徒气势灭族的何骂为 让你彻底败完了侯门最后的荣光 侯二爷呀 你竟常以侯氏相声的掌门言之句 可是除了那个散锅浑血的小室妹之外 你又给侯门的弟子带来了吗呢 难道仅仅只是几个假暴和一堆假药吗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招老头姐坏得很 后面我看都很正常啊 啊 这个我我觉得他没有什么越鬼的地方啊 是不是这是我们 这是很难免的 不是很虚定的事 再次回应但言门事件 侯耀华仍然坚持认为自己不亏心 我觉得就是说的错了改 错了承认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关键问题你比如说 广告门这个词我觉得特别好 关键是谁是把门收票的 谁是平调入场的 我后来感觉到是什么 就好像一场球赛 有把门的 那么买了票进去的人呢 因为为了表示他这个 自己的这种好恶 把我们的照片贴在门票上了 他就进去看球去了 结果里头着火了 结果人都跑光了 最后从地下捡起了票上呢 就按照按图所记 就是上帝有我们相片 就去推 就是说的错了改 错了承认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关键问题你比如说 广告门这个词我觉得特别好 关键是谁是把门收票的 谁是平调入场的 我后来感觉到是什么 就好像一场球赛 有把门的 那么买了票进去的人呢 因为为了表示他自己的这种好恶 把我们的照片贴在门票上了 他就进去看球去了 结果里头着火了 结果人都跑光了 最后从地下捡起了票上呢 就按照 按图所记 就是上帝有我们相片 就去追 他的责任 我觉得这不太公平 我睡得着觉 吃了下饭 我做的事情 天地 关注我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